阿拉斯加生锈的河流,永久冻土融化的后果 阿拉斯加以其原始的荒野和清澈的水稻而闻名 它正面临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 河流和溪流变成了锈橙色 研究人员对这种剧烈的颜色变化感到困惑 但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其根本原因 罪魁祸首,融化永久冻土,发生了什么 在夏季的几个月里 阿拉斯加至少有75条水稻变成了橙色 有些水稻的酸度类似柠檬或橙汁 受影响的地区主要位于联邦土地上 包括北极之门和科布克山谷国家公园 其中一些被污染的河流非常大 从太空中可以看到它们 融化永久冻土,本质上是冻土,是关键 随着冻土层的融化 以前被锁住的矿物质暴露在外,渗入水中 这些矿物包括铁、铅、链、铜和隔 当矿物质暴露在水和氧气中时 它们会释放出酸和金属 尤其是铁,在颜色上占主导地位 导致了锈橙色的外观 受影响地区的一些水样的PH值低至2.3 明显高于河流平均PH值8 环境影响 颜色的变化可能会威胁到饮用水质量和鱼液 酸性水域可能会阻碍鱼类向产卵区迁移 国家公园管理局已经确定了具体的关注点 例如三文鱼河,它在2019年变成了橙绿色 河岸上仍然有变色的污渍 人类健康问题 虽然铁锈色本身对人类没有直接危害 但潜在的酸度和金属含量会带来风险 酸性水会腐蚀基础设施 影响供水系统和管道 依赖这些河流 获取饮用水的社区 在处理和净化水方面可能面临挑战 阿拉斯加秀吉斑斑的河流 清楚地提醒人们 大自然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微妙平衡 当我们目睹这些变化时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星球的宝贵资源